作品 每件作品對我來講就像是一個冒險 甚至像一個旅行 眼睛我們看到的東西瞬間急過 我們對於那個殘留的影像其實往往是帶著很多的想像 我把畫畫當作是攝影裡面的一個物件來完成它 我攝影就等於在畫畫 因為對我來講一張作品它的構成其實已經參雜了太多的因素了 很多的圖層跟我們記錄下來的素材做個相當程度的一個堆疊 在旅行的過程當中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風景都帶走 它的唯一能留下就是它的想法跟思維 我只是把這個思維濃縮在一個作品裡面 M型的攝影領域裡面 對於畫面的質感已經超越了過去攝影師 對於在意畫面的質感 被要求的條件越來越嚴苛